哈喽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我是這周的客座總編輯 江國民 那提到影像紀錄 就讓我想到了 我高一的時候非常暗戀一位學姐 可是我高二準學 但是 發覺我一張照片都沒有 所以我很懊悔 所以在高二開始的時候 然後我就開始照相 照相照相照相 然後到後面就拿著攝影機 攝影機對 不要亂想 攝影機然後到處拍攝很多東西 記錄很多東西 那其實有很多東西在當時記錄下來 可能就放著 不覺得有什麼 可是現在我如果拿出來看 哇想到了很多當時的事情 甚至是怎麼有這件事情 所以這張照片就像一把鑰匙 如果你沒有這把鑰匙 它就會忘記消失不見在你的腦海裡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文化 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故事也一樣 它消失在我們時間的中軸裡 但是我們不知道 那現在還有一些文化我們自得 而且也可以讓它知道它快失傳了 所以我們趕快去有些活動 有些記錄把它記錄下來 這就是 我覺得這就是公民記者很厲害的地方 尤其深入社區 有些線上記者的話 他可能也不知道 我們社區裡面有什麼 奇人意識等等的 但是我們可以拿著我們的攝影機 去把它拍下來 不讓這些文化消失 那首先第一則的話 我想要談到文化 小林業績 五離譜 看到這一個我就想到了 當初我也是深入巴巴風宅的災區裡面 然後去拍了一些東西 看了一些當地的工程等等的 那其實他們覺得 為什麼都要以一個難民的 受災戶的一個角度來看我 現在我不是了 我只是一個 我是一個在地的居民 而不是一個你們所講的 什麼受災戶等等的 我們也有自尊 所以我看到這一則 剛開頭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類似相關的巴風宅等等的東西 我就覺得很有親近感 然後就進去下去的時候 看到他們又傳出他們在地的文化 他們的習俗 他們的一個舞蹈等等的 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題材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再深入的看一下 那在第二則的部分呢 我們不要這樣的 天燈排出所 看到這個題材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它讓我想到了 當初我帶了台北某某一個 科技大學的學生 然後到了平溪到相關的地方 而且我看到很熟悉的鐵路 對我就覺得 這個應該是蠻有意思的東西 那他們裡面主要提到的就是 要蓋一個非常先進的派出所 跟當地在地的一些人文景觀的話 是個個不大的 我覺得在這裡的話 它是一體兩面 像我們出去在辦一些活動 寫一些企劃的時候 我們在對於社區 主要的社區裡面 要進去的時候 其實也會提到一些聲音 那這些聲音的話 其實 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我們也有 我們要讓它更好 因為現在時代的變成的話 我們可能需要一些轉變 可是在他們的眼裡 在他們心裡的話 他們會覺得 嗯? 這樣好好就好好啊 有什麼問題呢? 對啊 這樣也是讓他們過理解啊 可是 在這種想法的推動下 他們均勻有聲音 然後政府也有他們的聲音 這樣的結果其實我覺得是非常的不好 而且也非常的糟 那我個人啊 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是 可能就不希望有 那個派書所的產生 因為 他們那邊真的是很有特色 他們裡面有提到 有很多人在這邊拍電影 那為什麼還要把一些特有的景色 特有的文化 然後又讓它消失呢 就跟我剛剛提到的 這些文化需要保存 本週第三個 主展文物館 我一看到文物館 我就有莫名的傾斜感 因為最近的話 也在跟一些在地的學校 處理一些文物館的事情 那文物館的話 我們也是收集了一些 就是在地的一些 藝術家的作品 不管是竹編啊 書法啊 文化等等很多 那他們呢 也收集了 有收集了 就是跟豬相關的一些作品 而且 很好玩 很新奇 而且 我還聽到了 看到了 他有講一個 非常非常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狗呢 就是這樣看的 可是包呢 就是這樣看的 可是豬呢 就是平視的 平視的看著每一個 每一個大條 所以我覺得這是 雖然是很簡單的話 但是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有含義 像我們現在說不到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 反正如果我們 不以別的角度 都以平時去看到的話 其實這個世界 會更不一樣 好 以上三則 就是我這一週所選的 三則新聞 那非常感謝大家來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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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